一场疫情打乱了世界的格局 这段时间有人生意清盘倒闭 同时也有人做得风生水起 在众多行业不得不按下暂停键的同时 一些行业却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成为了众多资本严重的大蛋糕 很多行业企业家也开始布局这些赛道 我自己在这段时间也做了很多的思考 这些企业家同样的努力同样的付出 为什么结果却不一样 尤其是旅游相关的行业游客人数几乎归零 赛道和行业对这一次的经济洗牌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今天华人百科就给大家整理了 在疫情之后会被看好的五种行业 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在你接下来 判断行业的日子里提供多一项参考价值 尤其是第五个赛道是很多人忽略的 但是隐藏的商机却很大 从几年前开始视频短视频已经越来越普及 不少人都开始转型经营了自媒体 透过社交平台寻找新的契机 在疫情期间这些平台更是凸显了它的重要性 像是TikTok的迅速火爆让总下载量超过10亿 不少人也发现到了短视频行业的前景 很多传统行业的商家也都开始从实际的店面转向了线上的平台 可以在直播健身当中销售一些健身器材 另外一些传统网红也转向了视频创作 让商家品牌有更多的宣传管道 那你有没有发现之前的教育培训都是以线下面对面形式为主 可自从疫情出现之后不仅学校转向直播上课 很多知识学者也开始了知识付费的教育模式 像是喜马拉雅、德道、Masterclass、Udemy这些知识付费平台 在疫情期间也可以为人们逐步出户就可以学习 提供了联合的平台 这产生了很大的商机 说实在啊 实体电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遭受到了电商发展冲击 之所以说电商已经抢占了线下大部分市场 是因为消费者现在在网上订购的不再是小众商品 在疫情发生之后超过一半的消费者都是透过Shopee、Laza的 或者淘宝这些平台来购买日常用品 食品已经其他必需品的 以前不会有人线上买菜买鱼 但是现在大家都会使用Tesco online来买菜 这段时间亚马逊、ShopeeFi、CRP等等电商平台的股价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另外随着电商行业逐渐发展成熟 人们也开始过着懒人经济的生活 许多人开始以电商加直播的模式来创造另外一个电商行业的新风口 只要流量越高 商家们的曝光率就越高 销售额也就越来越高 那如今事业的人数逐渐在上升 电商反倒成为了这些失业者的一个职业选择 不少人在踏入电商行业短短几个月就赚取了不错的收入 这也是名副其实称为藏在家里的一万生意 除了电商另外一个爆发性成长的行业就是手机游戏行业 大家宅在家不出门 打手游消前就成为了大家在家里的放松活动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数据可以看到 全球主要的游戏开发商在疫情期间的净利润都飙升新高了 好 比如任天堂的游戏在疫情期间串红 Sony也在去年的总销售量达到了241令吉这么多 此外 游戏在手机的下载量也屡创新高 消费榜首的游戏是腾讯旗下的王者荣耀 而吃鸡手游则是每月活跃用户最多的游戏 可见游戏和电商产业将会继续指数前增长 那疫情的发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和深度思考 在疫情结束之后 全球的人类都会对健康管理更加重视 这一位这未来跟健康以及防护相关的行业都会引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透过这次的疫情 研发各种应对病毒的检测 治疗相关药品 而这个试剂一定都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而公众对于类似流感疫苗这类产品使用量也会大大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医药企业会加强创新药物和医疗机械的研发和制造 另外受到疫情的推动 互联网医院在线诊断 各类网上药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千万别小看这些服务 尤其现在唯恐添加不乱的情形底下 越多人懂得医疗基本知识以及卫生意识 社会恐慌发生的几率就会越低 疫情之后或许会有更多企业专注在这些新性诊断和药物销售品的发展 就算实体药房在疫情期间赚了不少 当然或许在将来的不久 这些药房就会透过线上平台去扩展自己的生意 医疗电商也会成为下一个新的风口 说实在 这次疫情也像一个警钟敲醒的人们对理财投资规划的重要性 我们这个年代面临的经济危机 从历史来看 也是第一次因为疾病瘟疫而造成的金融危机 像是2008年的世代危机 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这都是发生在金融圈的危机 而这次是因为卫生健康因素直接影响民生经济的危机 不出门消费 不旅游 不在外吃饭 对整体的经济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相信人们的消费需求是不会消退的 相对的 人们只是在推迟自己的一个消费行为 等疫情好转之后 就会出现一些包袱性的消费 过去一年多 很多人被隔离仔 在家里收入不但减少 市场也极度低迷 好巧不巧 股市拼命上涨 基础利率也低 不少年轻人便开始研究金融市场 相信英国的投资者里面 年轻的新开户数量就达到了40% 马来西亚去年因为手套股大热 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投降进入股海 如今的年轻一代对于金钱看法已经改观了 他们比老一辈更加担心 短期没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 去抵御未来不确定性以及财务风险 长期则是担忧失去工作和收入 疫情的发生 与其说人们开始投资 带的是危机的风险 不如说这是一种希望的转机 因为通货膨胀的存在 如果不学习理财投资 每年辛辛苦苦工作存下来的血汗钱 如果存在银行一年下来不但没有升值 反而还缩水了 尤其这几年通货膨胀都蛮高的 假如通货膨胀率摆为3% 投资收益率得高过3%才可以跑赢通胀 疫情的出现 凸显出了投资规划的重要性 唯有做好规划才可以达到财务自由的生活 另外在这段期间 银行机构也纷纷加码线上的业务 提升金融服务的线上化 这情况看起来是一种防疫措施 但也是金融服务在未来数字化时代迭代的趋势 这也是全新的考验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业是引发商机 养老产业 这个你想也没有想过的行业 之所以预测能够火爆 是因为马来西亚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放缓了 那未来20年全球人类对养老的需求也会开始有争无减 很多科技企业也开始进入了养老产业 像是小米 腾讯 京东 阿里等等 大家都会开始针对如何让老年人过上智慧的生活议题 开始做研究 以中国为例 早在2019年 他们的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6亿多元 预计到了2030年 整个养老产业可以达到13万亿元 举个例子你知道天猫精灵这个设备吗 它看似是我们的消遣操控家具的玩意 但是如今也成为了老年人使用了新玩具 老人家可以不需要起身 只需要对屋内的天猫精灵说出指令 就可以控制屋里的开关 这就是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说不定在未来不用去养老院 自己的家也可以打坐成一所智能养老屋 所以这个引发产业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很关注的商机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疫情打击了很多产业 但是我们相信市场上还是有很多好的商业机会等待我们去发掘的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里面想要研究什么行业赛道是可以关注的 那我给大家多推荐一个马来西亚的生意机会聚集平台Venture Grab 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可以不用出门就掌握了市场的机会和选择 包括一些特许经营合伙生意 卖掉的生意 众筹融资等等这些项目都可以一目了然 那我把链接就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了 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信息栏来研究一下 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你对这五个行业有什么看法呢 还有什么行业是你认为也可能迎来爆发式增长的 也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火人百科一个关于火人和经济的频道 你的按赞订阅和留言分享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火人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